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 它的疆土还局限于今天的中国内地 北面到长城 南面到岭南 今天的梁广 西面不过河西走廊的地区 汉对西域的 张千出西域以后 那么西域 今天我们新疆地区 它的历史 从此和我们 今天 中国联系在一起 到了公元前 一世纪 这个汉政府 在西域 设立了一个叫西域 都护府 都护 就是保护西域 南北两条通道的 这么一个军事机构 那么另外呢 这个 由于汉 在西域有军队驻扎 那么这个军 驻扎的军队 它的粮食 不能完全 仰仗于 当地的 三十六国的 那么少的老百姓 来供应 也没有办法 从内地万里 调摇 用 车辣 马载 运过去 那么 唯一的解决途径 就是 由这个 在当地 驻守的战士 开辟良田 让自己生产粮食 所以呢 屯田的制度 也是那个时候 开始的 汉 在轮台 也就是今天 库车附近的地方 在高昌 也就是今天 吐鲁方 都有 这个士兵 住在那里屯田 那么这个呢 有军队 驻扎在当地 设置了西域 都护府 这个是我们 中央政府 对西域 进行管理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新疆也就从 那个时代 和我们中国内地的 历史密切的 联系在一起 我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 到德国去的时候 我在戈丁根大学 突厥语言文化系 我们大学里 有一个 土耳其 他就跟我讲 你们那个新疆 就是新疆来的地方 所以你们中国人 应该退出去 新疆是我们 突厥人的新疆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知不知道 新疆还有一个名字 叫西域 这都不知道 新疆这个名字 西域这个名字 在公元前 一百多年 公元前二世纪 已经产生了 中国政府 在公元前一世纪 已经在当地设立了 军事行政机构了 那个时候 你所说的 你们的土耳其 还在什么地方 如果要按照你的道理 你们土耳其 应该回蒙古去 你把土耳其 就还给 习大人 还给拜占厅人 还给东罗马人 行不通吧 如果要照你的逻辑 我到美国去 我也不要 找美国政府办签证 我找个EBI球 找你办签证去 是不是 根本是胡说八道 所以呢 我们今天 讲到这个西域的 这个丝绸之路 它有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们遥远的边疆 西北的边陲 和我们融入了中国的历史 和我们修其与共 内地得到发展 它就得到发展 到了汉代 后汉 又有班超 到西域 曾经呢 有的人讨论过 说班超以后 西域有个什么 三通三绝 此时之路 断了一段时间 又开通了一段时间 又断了一段时间 我们从 这个研究 中国古代 中外交通的角度来看 中国 和海外的交通 中国内地 通过河西走廊 通过蒙古草原 和西域的交往 从来没有断绝过 不存在什么 三通三绝 一通 几通几绝的问题 你就看今天 今天的海关 边防 监管这么严 这个偷渡 走势 不断地发生 难道古代 人们为了谋生 为了往来 可能边境 两边的人 能够完全断绝 往来 不可能的 不能想象的 那么 甘英 作为班朝 派出局的 副使 在东汉市 的 他曾经 到达了伊朗 他还要访问 罗马帝国 当时呢 安息从中国 得到了丝绸 卖给罗马帝国 安息人非常不愿意 中国人 能够和罗马帝国 直接交往 和大清 所以当 安息到达了海边 应该就是今天的 波斯湾的 湾这个地方 这个安息人告诉他 从这个开始 到大清 他远着呢 没有讲真话 结果呢 甘英 知难而退 他就没有 直接放昏大清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坐船 经过波斯湾 出了波斯湾 阿拉伯半岛 通过鸿海 到达了 金珍的埃及 那就是大清 如果沿着陆路 从波斯向西 到金珍的伊拉克 到叙利亚 到叙利亚 叙利亚并不遥远 那么这主要是 当时的 这个安息王朝 不愿意 这个独享 自己独享的 丝绸贸易的这个利益 被龙马帝国和汉 能够瓜分 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 这个 肉汁人的西迁 肉汁迁到了 阿姆河以南 建立了贵双王朝 我们在讲到 这个张迁 遵循的这个 汉武帝的 这个战略的设想 为了能够断匈奴的右背 那么 去 去 寻找 已经西迁的肉汁人 他的这个 这个远行 打开了东西 往来的 这个 交通线 我们还讲到 在张迁之前 由于波斯帝国的建立 由于 这个亚利山大的东征 实际上 从欧洲到达 内罗亚洲到中亚的通路 已经 贯通了 那么张迁 和肉汁人的西迁 这样的举动呢 是 这个从欧洲 到达中国 这个交通线 可以说是 全线的贯通了 这个世界上 历史上 每年都发生 大大小小的 不同的历史事件 都有 这个各种各样的 历史人物 登台表演 那么有一些 历史事件 是画世代意义的 是对后代 有深远影响的 有一些呢 是 重要性 就不及 那些画世代意义的 历史事件 我 刚才提到的 肉汁人的洗钱 和张迁出席域 可以说是 具有历史意义的 有长远意义的 这样的历史事件 那么 我现在就 讲的内容 就跟这个 想法有关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 中国第一次 这个中外 历史上 第一次 中外文化 交流的高潮 我在前面的 讲座中间 曾经讲到 我们在历史上 中国文化 和 域外的文化 曾经有过 好几次 这个交流的高潮 第一次呢 就是 佛教的传入 第二次呢 就是 这个唐代 由于唐帝国的建立 东西交通大开 第三 就是成吉思汗 建立的蒙古帝国 第四 是民中期以后 这个 欧洲人的 到来 这个张迁 出西域 和张迁之前 肉汁人 这个 西迁 贵庄王朝的建立 为佛教 传入中国 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所以我们下面呢 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一点 有关佛教 传入中国的 具体时间 我们中国研究 宗教界的学者 做过很长期的讨论 古代就开始 讨论 那么大体上 确定的时间 是在 西汉和东汉 之交 佛教呢 在传入 我们汉地 中原内地之前呢 佛教在阿育王时代 已经传到了西域 传到了安息 传到了克什米尔 那么然后呢 他继续 向我们中国新疆的 地区传播 到达了库车 到达了和田 所以 我们内地的佛教 最初 佛教最初传入内地 是经过西域 因为 这个汉代 西域和内地 建立了这么密切的联系 使佛教这种 外来的 意识形态 外来的宗教 能够顺利的 传到中国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 到中国来的 这个外国的高僧 有很多起初 并不是印度人 而是西域人 他们实际上是 佛教传播过程中间的 一个二传手 并不是佛教起源地的 印度人到中国来 而是接受了佛教的西域人 到中国来 那么比较有名的 就是安西的王子 安世高 安西我们前面讲到 在伊朗的北部 他的首都尼撒 在今天图伯曼斯坦 首都阿斯哈巴德的郊外 十二三公里的地方 这个遗址今天还在 这个根据佛教的经典 记载说安世高这个人呢 他是东汉的时候 到中国的 他自己是个王子 他把他的国家 让给了他叔叔 然后他就到中国来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有学者 马庸教授啊 这些人讨论过 这个是不是国内发生了 王位继承的矛盾 这个让给这个叔叔 究竟是谁曾经有学者讨论过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那么到了中国来以后 安世高作为向中国人民 介绍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 都留下了遗迹 很多人都说 我很多地方的佛寺都说 我们这个地方是安西的王子 安世高传来的 在我们中国汉魏晋时代 把从安西过来的僧人 把他前面都加个安子 安世高后面 还有这个 安玄 玄奘的玄 那么另外呢 也有一些 大若知的僧人 他们也不是印度人 是西北印度贵庄王朝的 他们到中国来 那么这样的这些僧人呢 在我们中国都把它叫做 前面加一个字 汁 肉汁 就是贵庄王朝 到中国来的 这个佛教 传入中国 它不仅仅是 一种外来宗教的 引入 同时呢 随着佛教 被介绍到中国的 包括了 几乎整个 这个印度的 文化体系 包括 很多内容 甚至我们今天的 素食 素食主义 那也是跟随着佛教 传过来的 还有 石库 造像 天文 医药 等等 那么我做一些 在这个地方 我做个简单的介绍 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佛教 在印度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传统 广为 建造 佛像 这个传统是没有的 那么当阿育王时代 佛教传入到了 这个中亚以后 当时呢 在中亚统治的 阿育王是公元前 三百多年 毕竟是华还要早 这个时候呢 中亚 已经是希腊化时代 接受 佛教的 最初接受佛教的 就是希腊 这个人的后裔 那么他们呢 接受了佛教以后 把佛教和自己的文化 传统结合起来 开始塑造佛像 佛教中间的各种人物 释迦牟尼的弟子 都开始塑造佛像 最繁荣的地方 就是 这个建托罗 今天在巴基斯坦的 西北边省 这个地方 他呢 包括巴基斯坦 以白沙瓦地区的 巴基斯坦 和 相邻的 阿富汗的 部分土地 那么这个传统 就沿着 四处之路 传到了中国 在当时 我们可以说 在公元二世纪 三世纪 安西 贵双 印度 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 西方的邻居 邻居之间就有一个 互相影响的问题 佛教 就是我们这些邻居 带给我们的影响 还有 这个我们中国人 啊 啊 谢谢观看